维修电源翻车现场 又是老大铁的一个电源 这边是交流220伏输入 这边是12和20伏输出 故障描述为输出时有时无 就是有时行有时不行 这下我们接住220伏试一下机 好的已经接住220伏 我们上电 已经电了 这个没有成功点亮 是在揣震 看到我对老铁 讲的这个输出时有时无有误解 就是电要在剧烈的抖动 我们看一下20伏这边 在23伏往下抖动 接下来我们拆开看一下什么问题 这个电源是拆过的 看一下这个贴子都已经烂掉了的 螺丝全部打掉 好 扩子已经拆掉 我们来看一下电源的大体结构 这边是220伏输入 一路从这进来 有一个110到220伏的转换开关 可以双电源使用 然后从这边过来 300伏整流滤波 经过这个功率转换电路 就转换出这边的12伏 以20伏输出来 电源芯片采用到的是 1203P60 我们就要着重检查一下反馈之路 以及这个芯片的控制和保护之路 好 我们翻过来实测它的六角供电端 电压在几伏到10伏抖动 二角反馈端 电也在抖动 三角的电流解射端 电也不高 这样电压到处都在跳 看不出来是哪有问题啊 好 接下来使出绝招了 单独给这个芯片上一个12伏的电压 再测六角供电好稳定 测它的二角反馈 电压稳定在4伏 上220伏的时候 它会在零点几到4伏左右跳动 那就说明了 二角的电压只要通过光偶拉低了 后边就没有输出了 升起来 后边就输出了 也就是二角电压越低 后边输出就越低 二角的电压越高 后边输出就越高 我们看二角过来 是通过这颗电动头子上 通过这个下边这个桶箔过来 是有这两个光偶空子啊 那这两个光偶呢 一个应该是反馈纹压 另外一个是保护 我们翻过板子来 先直接找到431 看一下 这个标示是SCRE的 是一只空龟啊 不是431 然后这边这个 才是431啊 我们看 431的K端 直接就连接 这只光偶 所以这只光偶是反馈纹压的 接下来我们要查一下 是反馈纹压的这只光偶 导致的电压跳变 还是 保护的光偶导致的电压跳变 很简单 我们可以从后边前接上12辅电压 看一下431相关的电压 好 接下前几不上电啊 后几直接在12辅的输出端 接上一个12辅电源输入 只能正常点亮 直接测量431的二端 2.482这个值正常 测量光偶两端跌压 正常 测量光偶的四三角 会随着输入电源的变化 进行楔形变化 没问题 好 支持把故障范围缩小至 这只光偶 以及相关的控制电路 接下来我们大胆的 直接把这只光偶的四三腿 给它断开 看一下什么情况 好的 接下来断开 保护的这只光偶 大家一定注意 不能断431这一路的光偶啊 好 大家手机脑稳了啊 上电 看它炸不炸 上电 咦 我去 仍然在揣震了 看来和这个保护回路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反馈回路 我们也前后级家电 检测过了 没有问题 好 仍然装回保护的光偶 我们来再次捋一下头绪 后边的二十伏和十伏输出 经测量虽然在跳动 没有远超 额定电压 再进一步证实了 我们的反馈电路在动作 而芯片没有其他的保护功能端了 唯一的这个保护功能端都是去控制它的二角反馈端的 所以推测这个应该是在这种频率设定下 芯片输出最小的帐篷比 经过变息的储能也会高过于我们这个输出的标称电压 所以它只能够震荡一下停一下维持 后边输出不超高 就像我们直接在十二伏或者二十伏两端接上负载试一下 好的 接上一个负载灯泡 再次上电 奇迹的事情发生了 灯泡雪亮 直的灯也正常电量 电源非常的安静 正常啊 实测一下输出电压 十二伏正常稳定 二十伏这一段 实测二五伏非常稳定 这样证明这个电源是好的啊 它只是不带负载的话呢就会介绍性震荡 好 我们再次关掉电 我们再重启一两次看一下 然没问题啊 再次关掉 再次启动 没问题 好的 如果老铁有看左小角这个电源教程 就讲过这个问题 就不会出现这种乌龙事件了啊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